去日本经济新闻2月17日报道 中国正在减持美债 202年12月底 中国持有的美债共计8670亿美元 降至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美联储加息和美中关系 进一步对立的大背景下 中国可能正在加速去美元化 及减少外储中的美元资产 报道称 美国财政部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美债持有额 已经连续5个月下降 从2021年底开始的一年时间里 总计减持1732亿美元 至2016年以来减持最多的一年 降幅达到17% 远高于其他国家的6% 2022年美联储为平易通胀 采取了激进加息的动作 作为美国长期利率指标的 十年期国债 收益率从2021年底的约1.5% 攀升至2022年底的近4% 报道称 除了持有的美元国债市值 有所下降外 中国似乎有意通过压缩持有的 美债规模 减少利率上升造成的损失 全球最大的美债持有国 日本也在2022年 减持了17%的美债 报道称 市场上的主流观点认为 这是中国在俄罗斯 遭受西方金融制裁后 采取的政治性动作 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 禁止俄罗斯使用美元 中国也加强了对制裁风险的防范 开始尝试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报道称 作为减持美债后的替代选项 中国将资金投向了可兑换性 更高的无国籍货币黄金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黄金进口额达 766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加六成 中国人民银行也从2022年11月开始 连续三个月增持黄金 作为储备资产 报道称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仍然在路上 环球银行兼金融通信协会的调查显示 今年1月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占比 仅为1.91% 虽然俄罗斯在遭受日美欧制裁后 增加了人民币结算 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有限 Swift数据显示 2022年8月 俄罗斯在全球人民币结算中的占比 仅为4.27% 位列第三 之后随着资源价格飙升势头 散告一段多 占比又开始下降